哈喽大家好 今天又来聊让子弹飞 这部电影的主线故事 是张马子与黄四郎之间的对抗 但黄四郎曾亲口承认 我不过是给刘都统当跑腿的 黄四郎只是刘都统在俄城的代理人 刘都统才是让子弹飞故事的真正幕后boss 这位刘都统不但掌控了半个民国的烟土生意 在业余时间还做点 把人卖到America修铁路赚多了的生意 但在电影中 刘都统只活在几位主角的口中 从未真正现身 也没有人说出过他的全名 让子弹飞的故事 发生在1919年前后的四川 正是军阀混战激烈的时代 刘姓在四川是大型 有不少军阀都姓刘 手下的士兵们在战场上枪林弹雨 两边领兵的军阀头子 可能正一起在茶馆里搓麻将 聊到姓起一对家谱 嘿弄不好 你三舅他老爷 还是我小姑他侄子 民国的四川军阀中 姓刘又当过都军 都办或者省长主席这种省级大员的军阀 有刘存厚 刘存勋 刘文辉和刘湘四人 因此 这四个人 都是让子弹飞中 刘都统真实身份的热门人选 翻看历史 都统这个职位在中国历史悠久 伪小宝伪绝也 就当过萧綦英正皇旗都统 但民国建立后 北洋政府 只在热河 查哈尔 虽远等几个北方地区 保留过一段时间的都统职位 四川其实不会有都统这号人物 当时四川实行的是军民分治 军事领袖和明镇领袖 不是同一号人 这一点 在《让子弹飞》中也有体现 电影中除了有刘都统外 还有个叫巴康泰的神主席 在真实的位面 1919年 四川省神长是张南张标老 而名义上的军队领袖 四川都军 则是刘存厚 刘存厚虽然发家早 但衰落的也很快 鸦片生意和猪仔奴隶生意 做的也没有后来者刘香大 因此 刘香更像是黄四郎口中那个 宗旨是不谈隐喻 借助电影讨论真实历史 因此为了多水一起识别 而不是为了更好 更全面的介绍 民国年间四川军阀混战的情况 我决定不花时间去分析 刘都统到底是谁 而是用两期视频 分别介绍刘存厚与刘香 通过他们来展示 真实的刘都统们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希望大家多多三连 多多关注 光绪十年 也就是1885年 刘存厚出生在四川简阳县 18岁的时候 他考入四川武备学堂 随后因为成绩出色 被四川总督西凉 送去了日本留学 念的是日本东京士官学校 和蔡厄 孙传芳 严锡山等人士同学 毕业回国后 大清已经走到了宣统元年 刘存厚被派请去云南 担任云南讲武堂的战术教官 两年后 他的同学蔡厄也来到了云南 担任十九镇三十斜血统 刘存厚则成为了他手下的营长 根据刘存厚身边的人后来回忆 刘大帅有句口头禅 一个罗蒙子 养不活一个逃口子 下棋要多走闲招 从刘存厚的为人处事来看 这句话算是他的自我总结 刘存厚极擅长搜秀 当时云南已经走到了革命的边缘 蔡厄等人与同门会往来非常密切 但时任云南都电公所总参议 后来关制民国国务总理的靖云鹏 三天两头在云贵总督李金熙面前 举报蔡厄造反 于是刘存厚主动提议 要去靖云鹏手下当卧底 蔡厄一看他盛情难却 就答应了这个计划 而刘存厚到了靖云鹏身边 几个月时间就混成了靖云鹏眼中的自己人 确保了无论革命成不成功 他都能有美好的未来 1911年10月31日 蔡厄发动了昆明起义 靖云鹏乔庄庄后坐着火车跑路 刘存厚又回到了蔡厄身边 当上了元川滇军的总参谋 四川人刘存厚就这样 高高兴兴地带着军队回到了家乡 四川响应革命后 成立了大汉四川军政府 都督尹昌恒是刘存厚在四川五倍学堂 以及东京留学的同学 老乡家同学 关系铁上铁 当时川军一共有三阵 也就是三个师 为了招待老铁 尹昌恒又扩编出了川军第四阵 让刘存厚担任统治 刘存厚见此热泪盈眶 抓紧时间拍马屁 提议成立四川五倍同学会 由尹昌恒担任会长 由他在日本的同学 全川陆军军团长胡锦衣 担任名誉会长 顺便拉拢几个在川军内担任军官 但从来没有在四川五倍学堂 上过学的袍哥领袖 来当特别会员 后来胡锦衣和尹昌恒 争夺都督宝座 尹昌恒败落 被袁世凯囚禁在了南京 而刘存厚因为提前 跟着胡锦衣加入了共和党 外加语山西都督延西山 贵州都督唐继尧 江西都督李列军 段祺瑞的心腹 山东都督静云恒等人关系极好 所以非但每一兽牵连 还被胡锦衣保举 当上了陆军中将 在1913年 孙中山发动了二次革命中 刘存厚曾坚定地站在袁世凯这边 但到了1915年 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期间 刘存厚一看势头不对 第一个响应了老上司老同学 蔡厄将军的号召 并且自己给自己任命了一个 护国川军总司令 袁世凯暴毙后 蔡厄被任命为四川都军 刘存厚则借此机会再进一步 成为了川军第一军军长 值得一提的是 护国战争期间 由于仗打得稀难 蔡厄曾想撸掉刘存厚的军职 送刘大帅 去当永宁到尹养老 但因为战况顶级 这才作罢 战争结束后 刘存厚还趁着正牌都军 蔡厄没到四川 先行进入成都 过了几天代行都军的营 顺便 从当时四川最大的郡川原银行 抢走了50万元 因为病重 蔡厄的四川都军 只干了一周左右 就前往日本看病 刘存厚满心欢喜 认定自己定能继位 但谁知 滇军领袖罗佩金 和前军领袖戴坎 却分别成为了四川都军 与四川省长 刘存厚对此当然不满 于是他先通过 老上司金云鹏的关系 拍上了国务走你段祺瑞的马屁 然后一边打出了 川仁治川的旗号 一边标榜自己 是蔡厄将军正统继承人 先后 对驻扎在四川的云南滇军 以及贵州前军开战 拉开了此后 四川长达15年军阀混战的序幕 刘存厚大喊 川仁治川 这是因为滇军和前军在四川 确实无恶不作 四川人民对他们恨之入骨 但川仁刘存厚自己的做法 比起卑鄙的外乡人 完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1917年4月18日 刘存厚率先开火 抢了滇军一批武器弹药 滇军随后开始在成都 皇城一带火烧民宅 号称是要亮城 防止川军利用民防伏击 刘存厚一看 哎好家伙 做梦都没想到 还有这种好事情呢 于是赶紧派了数百个士兵 伪装成滇军的样子 出去边放火边抢钱 当时成都狮子巷有个当铺 冲进去一伙川军 强行点当步枪 每支枪十个大洋 掌柜不肯 于是川军直接烧掉了当铺 然后抢光了库房 刘存厚与滇军开战 背后有前军领袖戴勘的三分点火 但滇军戴败后 刘存厚转头 向前军开战 戴勘一败再败 中途还尝试过 向滇军领袖罗毕金求援 显然是个没有丧失 统统统统统的人 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 戴勘只能主动投降 带着军队离开四川 然后在秦皇寺一带 又被刘存厚伏击 最终戴勘引弹自禁 1917年12月 先后击败了滇军与前军的刘存厚 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四川都军 四川善后都败 崇威将军 走到了自己的人生巅峰 在另一个卫面 再有一两年时间 张麻子就会走进俄城 击败替他贩卖烟土的黄四郎 而在真实的历史中 刘存厚统治手段是残暴 剥削力度之严苛 使得很多像黄四郎这样的人 都不得不结干起义 当上都军后 刘存厚依然面临着四川内外 多个势力的挑战 于是为了快速撞大军队 他一边疯狂给手下封关 一边到处招兵买马 不管什么人 只要能扛枪 那就招来发军 以至于四川百姓 痛骂刘存厚的士兵像土匪 当然了 老百姓啥也不懂 这是乱讲话 啥叫像土匪 刘大帅手下 有不少那是真土匪 山上累了 下山是几个月军 想休息休息那种 护法运动中 刘存厚被国民党支持的熊 克武击败 带着几千号残兵家土匪 跑到了川散干三省交界的 宁强县过日子 后来他曾回到成都 但不到半年 就又受到了刘湘 等其他传军势力的抵制 在1924年才被尝试插足 四川事务的吴佩孚 封了一个川散边防督办的职务 外加上将军头衔 并且将四川东北部 达县附近的四个衔让给了他 所以重为上将军 川散边防督办刘存厚刘大帅 在1924年后 其实是个夸爪县长 从这个角度看 如果真正的马邦德 能真的去六个县上任 地盘可能比刘都统还大上一些 刘存厚虽然势力下滑 但捞钱这事儿非但不能耽搁 还得再节再厉害 再创新高 刘存厚控制的达县一代 人口60万 差不多是五分之一个通辽 经济水平比较落后 作为四川老一辈军阀 刘存厚的捞钱手段比较单一 主要就是横征暴敛 拨虚农民 相比较之下 刘香等人作为新一代军阀 手段更加丰富多彩一些 这个我们下期再聊 但刘存厚单一归单一 创造力还是值得肯定的 在之前的视频里 我说过四川真的有军阀 能把税收到90年以后 在刘大帅控制下的达县 只把税收到了50年以后 这当然不是刘存厚良心发现 想回馈农民 而是他完全没有 其他军阀那种危机感 满心以为 自己在达县的统治 能千秋万代 那现在预争了 弄不好 将来还得减免 让人不痛快 所以除了预争收税法 他还创造性的 发明了追缴收税法 业务模式就是去找大清的税利 然后拿着大清的粮税册 去追缴他来达县以前的税 显然在刘大帅看来 死了也不行 如果有田地主人 有幸死在了刘大帅来达县钱 那刘大帅还会去墓碑上 找去世者的同族人来搅粮 人死账销这种事 刘大帅是不认的 当时四川民间说 他前收20年 后收50年 就是说他往前追缴大清的钱 往后还提前收了新中国的税 在全四川军阀疯狂发明 各种税的背景下 四川流行过一句俗语 自古未闻 愤有税 而今只剩屁无捐 而在留存后置下 排泄物那也得收税 收集时有哨水捐 出城时再收城门卫生捐 到了乡下还有肥田捐 一单份能收两块大洋 清末达县地区 各种钱粮税款总额 大约是三万元 留存后来了以后 这个数字变成了两百万 人均交税三块大洋 超出同期 其他军阀制下 平均水平的两倍还多 玩命压榨穷鬼 除了是因为留存后 要维持生活水准外 还因为刘大帅 要努力维持自己的军队规模 他刚来达县时 手上残兵三四千 但很快 军队就又扩张到了两个师 两万人 与此同时 就像前面说过的那样 留存后是一个体恤下情 关心手下热衷风官的人 他当四川都军时候 提拔的下属 这话还跟着的 那肯定不能降职 而现在他又成为了 川散边防都办 是重为上将军 还得提拔更多人 去给这些官职当下属 根据统计 1928年的时候 留存后军队里 仅处长和营长以上的官员 就有两百多人 相当于以四县之地 赡养着一整个四川省政府 而在1928年之后 当初给了留存后 都办和上将军头衔的吴佩孚 又被北伐军打败 跑路来了四川 与留存后相依为命 毕竟 当时四川大部分军阀 都换上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 只有留存后 还坚持悬挂着北洋的五色旗 让吴佩孚非常心软 于是一个小小的打线 现在除了有一个 重为上将军刘存后 又多了一个 在之前我关于吴佩孚的视频里 我就提到过 吴大帅躲在四川 依然要维持自己的威风 不但搞了一个 吴威上将军行员 还维持了一整套政府班子 这些成本 有大部分也落在了 达县百姓的头上 刘大帅的统治后期 农民已经是富费种地 大批大批的外逃 或者上山为匪 留存后 转头就加大了 对富人的压榨力度 比如 他每年都会在孔子诞成时 张贴天榜 天榜 实际上 就是达县地区的富豪榜排名 然后根据名次 规定交钱金额 多则一两千 少则五六百 当时达县城里 有个商人叫陈静之 上了天榜 要交六百 他不愿意 于是被团链局 透压游街 事后 陈静之干脆不再做生意 变卖家财 换了两万块现钱 跑到外地 去坐吃山空 吃了二十年 人死千万 在刘大帅的大力压榨下 县城商人尚可变卖家产跑路 而乡下中小地主们 钱都卖不出去 只能纷纷带着 自家殿农们奋起反抗 如果黄四郎 那会儿在刘存厚的之下 那很可能会带着 团链教头和胡万造反 刘存厚在当时 被称为刘存厚 意思是 他搜刮地皮 六寸不止 但也正是得益于 他的严固统治 被压迫的农民们 源源不断地加入 四川革命先辈 王维州领导的 川东游击队 甚至还有地主 带着家丁去参加革命 在《让子丹飞》 原著小说里 张麻子壮烈牺牲 而他的兄弟们 没有去浦东 而是加入了川东游击队 1933年 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 这支川东游击队 与红军一起 在徐向前的领导下 击败了前四川都督 川陕边防都办 崇威尚将军 四川剿供第六军总指挥 四川地区 早期搜修之王 在King因达县 刘存厚 结束了他的军阀生涯 大败跑路的刘大帅 后来在成都 当了十几年御工 见过前夕 刘存厚 害怕自己没啥好下场 于是又发挥了 自己的social能力 到处找关系 成功被自己的老同学 老朋友严锡山 用飞机送去了台湾 然后在台北郊区 草池宴幸福乡的桂里山庄 度过了一个幸福的晚年 享年75岁 有资料说 刘存厚晚年生活贫苦 双目失明 但考虑到他十多年 军阀生涯的经营所得 即便晚年生活贫苦 那大概也只可能 是在蒋介石搞出来的 大通胀中身价缩水 但不管怎么气苦 比起他统治下的百姓 那都已经是天堂班的生活 刘存厚 1921年前后 从全市顶点滑落 失去了统治四川的能力 接替他统一四川的刘乡 比起刘存厚 更像是一个 能当黄四郎老板的人 跟捞钱手段 也远远调打了前辈刘存厚